各位朋友大家好 当年美国和苏联打冷战 美国最厉害的一招 就是在苏联背后捅刀 联合中国来对抗苏联 搞联中抗苏的战略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就开启了美国联中抗苏的大战略 本来中国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 那么现在美国就利用中国在背后对苏联捅刀 这是最后促成苏联解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不过50年后的今天 世界形势完全就变了 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最主要的对手 所以现在美国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就要联合俄罗斯来对抗中国 搞联俄抗中的战略 利用俄罗斯在背后对中国捅刀 最近的几条新闻 就是明显反映出来 拜登政府要搞联合俄罗斯 对抗中国的联俄抗中战略 而且俄罗斯方面 他也主动释放信号 就是表示俄罗斯也有和美国联手 要对抗中国的意思 那么美俄双方有一点 叫做一拍即合的味道 这就像当年美国要拉中国来共同对抗苏联 双方也是一拍即合 那我们先看几条美国拉拢俄罗斯的新闻 就是拜登政府 他要区别的对待俄罗斯和北京 他们要拉拢俄罗斯 要寻求共同对抗北京的合作空间 第一条新闻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将在北欧国家冰岛会晤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两人就举行第一次的面对面会谈 这就是美国对俄罗斯和对北京要分别的对待 给俄罗斯面子 而不给北京面子 因为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俄罗斯外长 他是在第三国的冰岛举行 双方都有面子 也就是说美国给俄罗斯外交的面子 可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北京外事办主任杨洁石和外交部长王毅的时候 并不是在第三国 而是就是在美国的阿拉斯加 那就是说美国是不给北京这个外交面子 大家都知道两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 在哪个国家谈 就是哪个国家有主场优势 就是哪个国家占上风了 特别是现在高科技时代 北京如果派人到美国去谈 他就要住在美国方面安排的酒店里头 美国方面就很容易在北京这些外交官员住的房间里头 装一些什么窃听器摄像头之类 那等于是北京代表团的一举一动 都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秘密监视之下 所以中美双方会谈在美国举行 美国的主场优势是很明显的 而且这也是在外交方面美国是占上风 当时北京也肯定希望 说是这一次杨洁篪王毅和美国布林肯举行的会谈 要在第三国举行 这样北京不仅是比较有面子 美国也就没有主场优势 可是美国却坚持不给北京这个面子 坚持要在美国举行会谈 北京之后忍气吞声就接受美国这个条件 虽然说杨洁篪在中美会谈之前发飙说什么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但是他们跑到美国去和美国人会谈 就是自己向矮的一头 这个外交面子是找不回来的 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俄罗斯方面这个外交面子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普 是在第三国冰岛举行会谈 让俄罗斯方面是很有这个面子 这也就是说美国要在外交上要区分对待俄罗斯和北京 给俄罗斯面子不给北京面子 用这个办法来分化瓦解俄罗斯和北京的关系 而且美国总统拜登主动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 他主动邀请普京两个人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 拜登主动给普京打电话 主动邀请普京会谈 当然就是非常给普京面子 据俄罗斯方面的情报 拜登和普京将可能在下个月六月份 在第三国瑞士举行一个美俄首脑峰会 那么现在美国方面没有放出任何的信息 说是拜登准备和习近平举行一个中美首脑峰会 这就明显表现出来 美国方面就是要亲近俄罗斯 要冷落北京 对俄罗斯和北京要区别对待 他们要拉拢俄罗斯 就是要分化离间 俄罗斯和北京的亲密关系 对此呢 北京方面也评论说 这一次拜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这就是一个离间计 而且他们还很关切的说呢 说普京会不会上当受骗呢 其实北京方面也会明显的感觉到 这次美国总统拜登热情的去邀请普京会谈 那对于北京来说 肯定就是一个来者不善 这就是一个离间计 北京当然希望普京说不要中计 不要中美国人的间计 但是呢 普京也不是傻瓜 其实他反而希望和美国一起联手来对抗北京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 俄罗斯和美国联手对抗北京呢 俄罗斯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嘛 美国就会减轻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啊 打压啊 俄罗斯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 其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国的崛起 比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更大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是邻国啊 俄罗斯身边的中国如果要崛起了 要称霸了 那比遥远的美国称霸 对俄罗斯的威胁肯定是大得多嘛 所以俄罗斯从他们的长远利益来说 他们宁愿美国继续当霸主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称霸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方面也主动发出信号 说他们愿意配合美国来联手 对抗中国 我们就看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新闻了 在美国表示美军要撤出阿富汗之后呢 美国势力等于说要撤离中亚 就会让中国的势力是趁虚而入 所以最近俄罗斯亲官方的媒体就激烈的批评 中国干涉中亚国家内政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俄罗斯亲官方的媒体 要激烈批评北京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呢 我们看一个几天前的新闻 5月12号北京外交部长王尹在陕西西安主持召开了一个第二次 中国加中亚五国的外长会谈 这个中亚五国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这五个斯坦国 这五个斯坦国呢 过去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是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来的新国家 在俄罗斯看来 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这些中亚国家应该属于俄罗斯的后院 是不容别人插手这些中亚国家的内部事 可是习近平要搞一个大国崛起 那么中国的势力就要向对外扩张 那么这时候加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这些中亚国家就成为北京对外扩张的一个绝好的地盘 因为这些中亚国家都比较贫穷啊 俄罗斯也无力在经济方面对他们进行支援 那北京就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 对这些中亚国家趁虚而入 试图把这些中亚国家发展成为北京的势力范围 特别是现在北京又公然召集五个斯坦国到北京来开会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当然这就是挖俄罗斯的墙角 插手俄罗斯的后院 是让俄罗斯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那么过去呢 俄罗斯对北京公然插手他们后院中亚国家的事情 虽然心里也是非常的不愉快 但是考虑到和北京的友好关系呢 他们还是避免来公开批评北京 过去俄罗斯的民间媒体虽然有不少批评北京的 但是俄罗斯亲官方的媒体一直都避免公开批评北京 因为俄罗斯政府要保持和北京的良好关系 就要极力的避免批评北京嘛 因为这样会使两国关系恶化嘛 可是现在俄罗斯亲官方的媒体居然激烈的批评北京说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 显然就是俄罗斯方面就表现出来 他们已经不在乎和北京关系的恶化了 这就像当年北京的时候强烈的批评苏联 就等于是向美国表示 就是中国不准备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了 已经不在乎中枢关系的恶化了 所以美国这么一看 就是北京他们已经表示出来 他们已经不在乎和苏联要保持什么友好关系 已经不在乎和苏联的关系继续恶化 这样就是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苏联的前提 现在俄罗斯方面也同样这样表示 他们表示不在乎和北京的关系发生恶化 也等于是向美国发出信号 美国和俄罗斯联手对抗中国的前提已经具有了 我们再看一条更有意思的新闻 俄罗斯主国党在5月3号就写信给俄罗斯司法部长 写了一个公开信 他指控俄罗斯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党支部 已经成为俄罗斯境内为北京服务的中国代理人 俄罗斯主国党在写给俄罗斯司法部长这个 公开信中就要求俄罗斯政府要调查俄罗斯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 这条新闻是让西方的分析家感到很意外 因为俄罗斯虽然说现在它是一个可以自由组织政党的国家 也有不少的政党 俄罗斯这些政党之间也经常出现相互抹黑相互接短的事情 但是用打中国牌的办法来攻击对手还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事情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整个的国家的情况 就是俄罗斯要和北京联手来对抗美国 那北京就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 那么俄罗斯的政党如果和北京这个友好国家进行一些友好的举动 也不应该算什么罪名嘛 可是现在俄罗斯主国党居然写公开信 指责俄罗斯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党支部 那就让人们感到非常的罕见 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 在苏联解体之后 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前苏联的共产党人 他们重新又组织了一个俄罗斯共产党 那么俄罗斯共产党现在是俄罗斯的第二大政党 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在野党 它大概有百分之十几的支持率 但这个支持率是远远少于当前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 普京领导的这个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率大约是50%以上 所以俄罗斯共产党目前要想通过选举的方面 办法来成为执政党 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过俄罗斯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双方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 都是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 当前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俄共的中央委员会主席 叫九加诺夫 习近平是三次高规格的亲自会见九加诺夫 在习近平看来 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就是一个兄弟党 攻击俄罗斯共产党等于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 所以这次在俄罗斯出现攻击俄罗斯共产党的宣传战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对中国对中共极其不友好的举动 而且现在在俄罗斯出现的对俄共发起的攻击 居然指控就是俄罗斯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党支部 这样的指控也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当年中国共产党它其实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海外党支部 但是现在中共发展成为一个掌控巨大国家的执政党 然而当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就是老子党的这个苏联共产党 它已经解体了 那么现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 俄罗斯共产党又反过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党支部 好像真是一个历史的嘲弄 那么现在呢 习近平又要举行中共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 也许啊 他会邀请俄罗斯共产党这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 据说还要举办阅兵式 那么俄罗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九加诺夫呢 也对北京官媒表示说他们也准备要参加庆祝中共的建党百年活动 俄共主席九加诺夫说呢 中共建党百年对全世界和对俄罗斯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他为此感到自豪 也就是说在习近平要大操大办一个 就是大办一场中共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时候呢 中共的兄弟党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遭到了攻击 而且还把这个攻击的对象从俄共引向了中共 那就让习近平真是感到非常非常不愉快 这次俄罗斯的主国党这个公开信中啊 就指控俄罗斯共产党的主席九加诺夫和其他俄共的高层 他们从中国和中共那里就获取金钱 并且他们还要听从中共的指示和领导 那么这个俄罗斯主国党的公开信中啊 就要求俄罗斯政府要调查俄罗斯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 要把俄罗斯共产党列为为外国服务的 叫做外国代理人的名单当中 这个公开信说啊 俄共高层人士频繁的去中国旅行发表演讲 俄共主席九加诺夫啊 三本书在中国被翻译之后呢 在中国出版获得了很多的稿费 而且九加诺夫的一个孙子也以留学的名义 在中国学习中文和生活 另外一位俄罗斯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列夫前科他一年中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中国度过的 这个公开信还批评俄共高层 不关心俄罗斯本国的内部事务 反过来在俄罗斯的媒体上为中国和中共搞宣传 俄罗斯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 阿福宁啊 在电视上就是为中共这个西匠新藏 还有新疆棉这些问题表示支持中共 并且称赞北京为新疆和西藏的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看在俄罗斯居然出现这样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这过去应该说是没有过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必然会造成中俄关系恶化 当然这也是一个俄罗斯对美国的迎合姿态 因为美国已经提出说要把中国和中共分开 那么现在俄罗斯批评就是用批评俄罗斯共产党的方式来间接的批评中国共产党 那么在这个批评中共方面呢 俄罗斯和美国如果能够达成某种的一致 那就是说俄罗斯和美国在联手对抗中国的方面 不仅在国家利益层面有了一致性 那么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具有了某一种的意义 就是一致性 这对于北京来说当然是一个超级不妙的事情 因为单单对抗美国已经是让北京非常吃力了 如果这个时候俄罗斯在导向美国在背后捅刀的话 后果那是不可设想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